好的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夏丽君 夏妈妈有请 你好 哥哥 你好 王夕你好 欢迎夏妈妈 你好 漂亮 夏妈妈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菜呢 是西班牙小牛肉 西班牙小牛肉 咱们开始做菜了 需要做什么 下面开始先开火 好的 后会先开火 好 在煎牛肉之前一定有一个重要的步骤 就是要把白葡萄酒一定要给它烧开 把准备的白葡萄酒烧开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因为葡萄酒里边有酒酸 你如果不烧开的话 酒酸会在菜里边 如果烧开之后 酒酸就已经烧没有了 就散发出去了 好 我们看一看葡萄酒在里面 烧到这样就可以了 对吧 烧个坎就行 我给它倒出来 小心哦 好累 这一会咱们留着用的 备用 好 咱们进来做什么呢 先把牛肉切成大片 大片 夏妈妈在家可能也是一个非常时尚的人 做了一些中西结合式料理 对 你是怎么会想到做这道菜的 哎呀 平时以前工作都忙 现在都退休了 不能老做那些 听完煮过菜 对 所以就想学一点新鲜的东西 特别的 基本上是一公分厚左右的大片 对 然后呢 放一点点盐 放一点盐 再来点胡椒粉 胡椒粉 牛肉配胡椒 好像也是常用的 常用的 我们今儿用的是黑胡椒粉 还是白胡椒粉 黑胡椒粉 这是黑胡椒粉 黑胡椒粉的味道可能更浓郁一些 对 给它腌制一下 嗯 晚上给它腌完了之后呢 给它放上点干淀粉 哦 放干淀粉 干淀粉 不要放湿的 对 放一点干淀粉 放点干淀粉 嗯 像妈妈今天买的一个牛肉 是新鲜的牛肉 对 是新鲜的牛肉 如果要想做这道菜 那个不是新鲜的牛肉 在冰箱里拿出来的时候 千万不要用微波炉去打 哦 就是别用微波炉解冻 一定要自动的解化 哦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牛肉啊 就是用微波炉打的时候吧 它这个生熟 就是热和凉它不均匀 它一到那个热的时候 你就掌握不好 这个牛肉煎的这个程度了 这个要腌多长时间吗 这样就是 基本上就是腌制好了 就已经可以了 起火 起火 煎肉 对 这个里面要倒油吗 倒油 倒多少油 油在这里 那是炒菜那么多就可以 那就再少来点 好 这个菜是您自己学的 是我自己学的 然后就名字不是您起的 名字不是起的 好 现在开始下锅了煎肉 煎肉 煎肉的时候吧 一定要先煎一煎好一面再翻 嗯 当这个肉表面上翻出这个汁的时候 嗯 就是要翻面的信号 哦 就是往饭老百姓所说的那种血水 对 你却那血水放上来了 挨这皮是你翻面了 对 哦 这个血水除了的时候吧 才是我们牛肉就是最精 对最精华的地方 哦 这样你看呢 现在已经就出汁了 看看 这样就是出汁了 哎 在妈妈这边煎着哈 我们有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提个醒 这个时候呢 您可以拿出手机 帮忙一下我们妈妈味道的官方微信的二维码 这样呢 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群当里去 嗯 可以哈 到我们来秀秀您的厨艺 对 做妈妈的话 还可以呢 学一学我们妈妈所有的菜谱 非常非常的通俗的菜 不然我觉得其实这个肉煎熟了 就已经可以吃了 是吧 还不行 还是不可以 还是不可以 孩子一般孩子家里的孩子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好的 OK 要关火吗 嗯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配料 嗯 你看您今天准备这个芹菜 就是正常的我们的芹菜 没准备西芹哈 没有 就正常芹菜就可以 对 我们给它切成芹菜丁 嗯 然后切成洋葱丁 洋葱丁 嗯 你孩子会做饭吗 孩子不会做 是吧 嗯 那你当初是跟妈妈学的还是跟人学的 我是跟我婆婆学的 跟我婆婆学的 因为我嫁人的时候就跟我婆婆在一起住了十六七年 嗯 好 好 这个胡萝卜要把它切成也是 也是丁 就是基本上其他的配菜 洋葱 都是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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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我们这个配菜啊 基本都是把它变成一个丁 对 哎这个柠檬我们也要把它切成丁 哦对 柠檬皮是不去的哈 嗯不去皮 哦 全都是丁 但是柠檬皮不去的时候 我们在处理它之前 一定要用刷子刷一下 对洗干净 对 因为现在那个柠檬皮上都有一层薄薄的辣 对 蒜也要切成丁 嗯 嗯 嗯 拌勻